觀察 所以它不是有人家要靠我這個樣子的 不是 不是 是一個預備式 在那邊 我退出來 在那邊 我用這個式子在那邊等 等你 看你 看你怎麼動 好像動物一樣嘛 遇到危險 它啪一個式子在那邊 是不是 它在等 看 對方 對方 可是老師 這樣說的很想 說到一遍 也當然也可能這樣子 那 你下一招可能 它就知道你一定要怎麼下 不一定啊 因為你就在下 不一定啊 連劍就在下 你一定往上飄啊 不一定啊 你知道我朝 你知道我朝哪走 對啊 你可能會朝 對啊 你會走啊 你不知道啊 對 因為你會走啊 本來就是嘛 但是 那個 那個式子 感覺有一點 就是 比如說我在這邊的 那我要動的時候才去吃 怎麼講 不太方便 不會不方便 那就是一個小的點 那就是一個小的點 你說到一個最小的點 從那個點你就變成原心了嘛 你四面八方都能走啊 嗯 也是啊 但是就看起來就是像這個 比較活力的 這樣子 這樣子 你的活動範圍 受 活動方式受限了嗎 這麼說 你這樣子 你可以朝 朝哪走 就 就 這樣 哈哈 就剛剛連那個就是 其實 也 也感覺 就是 放到一種 就是吧 你們看啊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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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個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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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式啊 這個 比方 跟這個 他是長生式 長生式 你不是要用這邊擋 擋別人 不是別人攻進來 你用這個擋 長生式 我藏在這邊 看 看 是我的一個 準備時 好像你打仗擺出一個陣了 是不是 我擺出一個陣 我不一定用這個陣去打你 是看你怎麼進來 我的陣 做做什麼變 變化 這個是武術的式 武術 他擺一個柿子出來的時候 我講過 他是一個陣 他是一個陣 我露出什麼空 我的兵部署在這裡 跟部署在這裡 他是一個陣 你有沒有懂 這個是什麼 為什麼長長生式要縮 縮這麼小 我請問你們 是我 我的 我的身體 這樣子的 後面的變化多 還是比方講 這樣子的變 變變變變化多 蛤 蛤 蛤 什麼原因 你對方不知道下一步 你會怎麼做 不是要做好抓到 蛤 這是一個點 這是一個點 他沒有形 這已經有形了 有形了 你就受到這個形的線 所以這樣子就是有形了 你這樣就有形了 啊難怪 我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我問你為什麼不這樣子 一連就扎進來了 是不是 對 你這樣就有形了 當我是這樣 當我是這樣子的時候 當我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的變化 比方講 他這裡的變化 我從這裡這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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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劍 他說是不是 人家就知道你要從下往上 對對對 不是啊 因為當我身形在動 動的時候 動的時候 當我身形在動 他竟然我身形在動 我這個變成上 上往下了 當我這樣 我這個變成橫 橫的啦 對 要不懂 我這邊的時候 我這邊成為這樣 成為這樣子啦 因為身形 因為我們劍是真的身形好 不是真的劍好 對 從一個點 你可以做出 很多很多的變化 因為它是一個點 它沒有形 對 對 聽不懂 所以我 當我在做這個長生式的時候 我的劍在這裡 跟在這裡 其實一樣 一樣的 聽不懂 我怎麼樣能把它長好 而不是這樣 一生出來 一生出來 你有形了 對 對 那這個也算有形嗎 這也有形啊 哦 那這個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形啊 啊 所以老師 有形的意思是就是 大家都 有形就是它有一個特定的 特定的方向 或者它有一個特定的力 那這個 你有特定的那個方向嗎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你前後左右 你前後左右都能走 當然我說這個是在用 用的時候 我這邊你的劍來 你的劍來 直的 我說我這邊可以 發 這個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啊 這用也可以這樣用 但問題是 當我變成一個長 長生式的時候 當我變成一個長生式 它 它 它進來 進來 進來 我啪 我 我成為這樣子 啊 我就變成一個長 長 長生式 它比較有 功能比較多 這樣不懂 所以武術裡面有很多 你練刀也是啊 刀 很多 殘酷國 國腦 這是一個長 長刀式 長刀式 這也 也是一樣 在這邊等著 從這個地方 這是中 中嗎 從這邊 刀也是一樣 往上 往橫 往這邊 往撩 這個時候 從這邊 刀也可以做很多 四面八方的變化 而且這個很有時間空間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 金這個 金這個東西不是到你手為止 它是有一個距離性的 我很難解釋這個東西 因為武術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東西啊 在現在練武或者這個 擂台打鬥的時候 沒有了 就是兩個人中間的空空間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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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現在都是 不管太極拳 一開始就接 接手嘛 對 那台打鬥也是 他不管 他就往前走嘛 對 因為他不怕你打 打 打傷他 對 真正武術不是 真正武術 很重要要處理的是 我們兩個分這麼開 這個地方 怎麼 怎麼處 處理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所以當我們有這樣一個距離在的時候 我在這個距離裡面 我用什麼 我看他 我是相對於他的嘛 所以這個 這個空間 我進來 他是進來 還是退 還是走 還是什麼 他要跟我保持到空間 還是不要 就是這樣子 這是學問 什麼原因 因為 沒有人敢馬上的進 馬上進去 不敢 不敢 所以都是在這個地方 我不 我不曉得他 他是誰 我也不曉得他的功夫 是好 比我好 還是一樣 還是 我也不曉得他是 習慣動作 是什麼 對 所以都在 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都在這邊 有時候就是 看他的反應 反應 這個手出 他什麼反應 馬上回來 我這個手出 他什麼反應 這個手出 他什麼反應 這個手出 他什麼反應 這樣不懂 所以武術練習裡面 對打練習裡面 有一個階段的練習是 兩個人 一接就分 對 對 他敢對 不 不纏繞 對 沒有錯 什麼原因 就是這個 敵情 敵情的概念 對 你不敢一下的進去 要不懂 對 對 對打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現在 現在很少人練習 一上來就接 一上來就接 其實這個有兵法的概念 比一起 武術 本來就是兵 兵法 對 要不懂 所以為什麼你看小說上說 大戰 多少回合 對 是不是 對 什麼原因 因為接觸就那一下子 對 我為什麼說要長 因為 因為當我 當我這樣子 跟他看出來什麼的時候 啊 我這個 一手進去 他一下一防 是不是 一防我 我沒有打到吧 馬上 馬上出來了 對 這是一個回 回回回回合 對 這樣不懂 對 兩個人相接分開 這是一個回回合 不是像現在三 三分鐘 兩分鐘 不是 因為發生事情 就是在和的那 那一瞬 瞬間 這個有趣 就是在和的那一瞬 瞬間 對 那一瞬間我成功 沒有成功 成功 馬上分開 然後再 然後再來 對 因為你 將在一起 我們小的兩個人 一抱起來的時候啊 一抱起來就很難了 對 一抱起來人家手上 什麼掏什麼東西 或者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啊 對 旁邊是不是有 旁邊是不是有人 有人來偷襲你什麼 你不知道嗎 對 是不是 對 對 對 以前打鬥是啪啪 我沒有到 啪就分開 對 要不懂 以前武術練習 打鬥練習 它有很多的階段 我以前在練 也是有一個階段 就是練 啪 啪 一擋就分開 一擋就分開 分 你 一碰 兩個人 一碰就分 兩個人 一碰就分開 然後就啪 一碰就分 一碰就分 然後換 一碰就分 要不懂 對方會覺得很痛苦 對手 你要練習看那個空 空嘛 我分了幹嘛 我這啪 一分的時候我要看空啊 分開瞬間我要看空 空嘛 啪 這是空 是不是 是不是 打出去它擋 它擋了 擋了就分開 呵呵呵 這樣不懂 但會 對方如果沒有練過會覺得很不習慣 對 如果他習慣接手就要衝的話 兩個人一起衝 他會覺得很壞 所以你沒有接手的那個時間啊 對 練國術的你照這個階段練 你不會 你不會說 我一定要跟你纏住 我一定要纏繞以後怎麼樣 接觸以後怎麼樣 一样沾黏,人家不跟你沾的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兵器也是一样 这样晓得吗 所以没有接触的才是变化最多的时候 那现在练很多东西都是在接触以后怎么办 沾,然后怎么样带,怎么样勤拿,怎么样 那都是在那一瞬间的技巧 是不是 可是那一瞬间之外更多的时间是什么 更多的时间是你要处理的是这个 看不懂 所以练国术的他还会不敢照镜 他不敢像现在 就这样子进来要打你 练国术,传统练国术他不敢 因为匕首就不差了 对 看不懂,匕首或者什么 因为现在他比赛防护嘛 对啊对啊 我知道我进来,你就算打我两拳 没事啊 对啊 是不是 那我进来磅一拳 我拳比你中 对 你就打,或者我抱住你 就给你做擒拿头 他敢啊 对啊 传统武术,传统武术不敢 真的有个照片 以前一个日本议员嘛 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代表 他 那 又一再派一个小孩子 十几岁的小孩去刺杀他 那天刚好在拍照 啪 那个小孩就被拍到了 刺杀的瞬间 你去搜寻就有 那个小孩子 拿来打 这么长的匕首 就这样扎下去 就这样扎下去 就死了 就这一个动作 还是站着稳稳的 对啊 对啊 啊 所以真正武术啊 他的观念啊 人家说为什么 你传传传传传传众武术 传统武术 你不能上擂台打 整个观念是不不不一样的 好的吗 他整个情境的设定是不不一样的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转 转成现在的情境设定 可以啊 可以转啊 那你就 那你就改成那样的训练 训练 对对对对 你就改成那样的训练 像吹竹笛 原来打雷台一样的意思 可是真正的 传统武术的智慧 是在这些地方 看不懂 真正的智慧 是在这 是在这里 怎么观察 怎么变化 怎么进去 怎么出来 怎么怎么保护好你自己 真正的学问 真正值得学在这里 张文总 你说都 都进来在这边玩 那就看谁 谁比较壮 壮啊 对对对 是不是 谁的技巧 高啊 对对对 人家常常玩推手 你跟他推 你跟他推 你一定输 对对对对 泳春常常玩这个吃手 你跟他玩 你一定输嘛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人家玩柔道 玩摔脚 他天天搞这个东西 你跟他去玩 你一定输嘛 对不对 这不是功夫 好不好用的问题 是熟不熟练的问题 要不懂 所以我说你要玩那个比赛 你就去照那样的练 对对对 好 好 这样懂 好 好了 再拎